这一男人揣着手 笑呵呵的来到女生宿舍 一看就没安好心 要帮忙了 不要 钟月明说着掀开锅盖 打算帮女生尝尝 窝头熟了没 看小宁伟上来抢 怕他被烫伤 严肃的批评到 中月明一面满脸堆笑 一面给女同学讲解生活俗语 俗话说的好 美不美 相中水 亲不亲 故乡人 女生显然误会了 岳明分明是想戒两 周岳明耐心的给同学解释 这个蹭讲的是进不进去 这个戒讲的是还不还 不戒 算是方高的戒 借一斤华尔金怎么样 我不稀罕 女生一点面子都不给 周岳明尴尬的看了看四周 尿了巴基的走了 可人是铁 饭是刚 一顿不吃 饿得慌 哥几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饿得直哼紧 我头有点冤 浑身没劲 哥几个一起抱怨 早上来这会挨饿 应远被打死也不来 岳明让大家少说废话 保存体力 明儿还得走四十多里地 去县城要饭呢 女生饭量小 这边倒还有些剩的 听说男生都两顿没吃饭了 他们批评碧云 不应该怼中岳明 都知道岳明好面子 他来借粮钱 肯定也展开了一番心理斗争 你好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就他那损粮 肯定宁可饿死 都不会再求咱了 几人一商量 打算去给男生送温暖 一听有吃的 男生们都来劲了 赶紧穿固子迎客 女生们把剩下的粮都做了 打算明天跟男生一起去要饭 大家捧着窝头赶紧啃 只有钟岳明 裹着被子垮着个脸 他声称 白天那时找战友寻求帮助 这会儿兴致变了 就好比地主给穷人施舍 这话说的 郑彤也把窝头退回去了 碧云知道他好面子 当中给他道了歉 可岳明还是不依不饶 碧云晚一摔 他气坏了 他一时都看不起干部子弟 你们这些人整天牛逼哄哄的 特在乎自己面子 却从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碧云其实恨的是那些 胡作非为的干部子弟 当年抄自己家 打人 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可现在呢 灾难降临到你们自己的家庭了 你们怎么样了呢 天天一流氓自居 现实你们与众不同是吧 钟月明也急了 那你干嘛给我们送吃的呀 是不是要吵吵我 不是 你错了 我是突然间想明白了 咱们十个十一个整体 既然是会把咱们掏到 这个球场不强的地方 咱们能指着谁呀 如果咱们自己 再勾心斗角的话 就太让人瞧不起了 月明沉默了 拿起了窝头 啃了起来 这个小团体终于拧成了一股绳 开始共同面对艰难的岁月 这群大老爷们穿着破棉袄上街要饭 岳明当场指挥 大家要分头行动 要么带个老头 要么带个小孩 这才有要饭的样子 不然人还以为是臭流氓呢 人员分配完毕 他把正同喊到一边 给他抓痒痒 岳明是胸有成竹 只要跟着自己 保准吃香的喝辣的 我说岳明 你爸解放前当个盖帮帮主啊 你怎么那么轻舌熟路啊 为什么不啊 你快快快 我养死了我 哪儿呢 师父师父 俩人跑进家饭馆 朱岳明对石鹤文一拱手 俩人没说两句 就被老板撵了出去 索性就在街上 住着棍敲着玩 真开始唱戏卖艺了 岳明直接唱起了样板戏 一曲唱吧 真有好心大叔 赏了个烧饼 俩人一分为二 开始狼吞虎咽 话都说不清楚了 两人尝到了卖艺的甜头 更加卖力了 开始演上了志曲威虎山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莫哈莫哈 正少说话 谁也没有家 脸黄是吗 防冷涂的啦 怎么又红了 精神幻发 怎么又黄了 我又涂了一层啦 看官们看得开心 可没唱两句就要窝头 这谁受得了 纷纷撤了 你们想听白层戏手怎么着啊 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都不劳而获啊 站住 俩人过一扔 一屁股坐在地上 刚吃的半个烧饼 也消耗没了 不过他俩还算幸运的 一同出来的另外俩之情 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眼巴巴坐在路边 等着路过人的施舍 我说咱们也带俩孩子出来 你非嫌累赘 俩大老爷们坐在这 谁会同情咱们啊 突然 俩人看到一个女的 马上摆出可怜兮兮的样子 大姐 大姐给点鸡子的吧 大姐 打你这口卡带 哪个人 快过来 打死 女同志那边带着老太太还算顺利 好歹逃到了一个窝头 可饭到手了 蒋碧云却哭了 这日子也太苦了 老太太感忙安慰她 自己刚来的时候 也不习惯上街讨饭 可刚生了娃 就被老公打出去讨饭 在老太太的印象中 这过去的五十年间 只有两年收征好 其他四十八年 是年年不够吃 年年上街讨饭 在老太太的安慰下 蒋碧云彻底自闭了 可他们没想到 这儿还有比吃不上饭 更可怕的事情 这伙年轻人突然看上一个 戴红围巾的漂亮姑娘 几人一时眼色 马上开始行动 干什么 大小姐 我在买东西 你急我干嘛 干什么 想耍流氓是不是 爱你 姑娘拉着朋友要走 却遭到几人纠缠 先别走啊 你刚才干嘛摸我 谁摸你了 耍流氓呀 谁耍流氓 让开 爱你 救命啊 流氓打人了 救命啊 岳明和郑通听到呼救声 赶忙跑去帮忙 俩人拿着棍子冲进人堆 掩护姑娘撤退 还喊来了救兵 众人二话不说 跟流氓打了起来 知青们寡不敌众 一边打一边逃 躲进了刚才那家饭馆 连忙用桌子把门堵上 对方援兵不断 把饭馆围了起来 李奎勇一听事情经过 抓起棍子赶往现场 挥棍杀入战场 一抬头 这不输人吗 朱远平 我是李奔荣 看见你了 远平 再坚持一会儿啊 现值经办的马上就来了 没问题 坚持到天黑都没问题 有能在他们家把房子点了 现值经办来人了 打算主持公道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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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饶着他们 双方说着又拿着棍棍 噼里啪啦干了起来 那代表先给委会 再说一遍 今天的事情 一定会好好地解决的 谁在干闪动闹事 谁在干动手 透过一切自封 建议用户先给委会的业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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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被带回了现值经办 马主任十分生气 你们这群知青 又是打架又是起哄 竟然居众跑到县里来要饭吃 简直胡闹 岳明对马大爷一顿捧 紧跟着又是一顿臭皮 马大爷算发现 这臭小子是带头闹事的 港南哥以金门我才发现你会亮个念经 滴溜溜溜的乱砖着 他得自己这里头 叫啥名字 我叫郑彤 马主任 我进发 我要反哥一击 这小子叫 周月明 马主任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 把周月明单独叫了出去 周月明进了办公室 还搁那儿贫 岳明没想到 马大爷真的是给他开小灶的 直接端出一碗烧饼 还亲自给他倒水 这可让月明坐立不安了 说自己心脏病都快犯了 所以才好 在这儿跟我发心罪 跟你说啊 你要把那个热烦来 我走 沾闪 你只能个死 你说马叔叔 算你说对了 你将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吃亏 因为你几个月大的 就包过你 马叔紧跟着 就开始报周月明的户口本 你爸叫啥 阻击哪里 你认识我爸 何自认识 这可不亲马叔嘛 俩人相认后 马主任了解到了事情真相 也猜到了知青们的粮 是被人故意苛扣的 他嘱咐月明 要对外保密他俩的关系 并答应解决好粮食问题 可周月明啥时候乖乖听过话 他刚回到队里 就溜到村支书甲 一顿威胁恐吓 公安局已经知道 您扣粮的事了 您还是安顿好媳妇喝话 早早跑路吧 村支书倒也不避讳 原来这大队里 军鼠猎鼠五宝户多 家里连个劳动力都没有 村支书把可口的粮 都分到了这些家里 希望他们能熬过这个冬 月明不吱声了 他也体会到了 这片黄土地上的人情味 听着远处全来的星天游 二人爬上了高坡 他也体会到了 是吗 劳沙灰上了高坡 你得当心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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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民在这土地上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关注我看好剧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